台南的海滑山有將近70公里 其中在安平關係平台這載相當的美麗 身為UK運動休憲的好起床 為了放棄民眾 偏面軟蛋噴射五尖汗油破壞環境 南山林修台南分公司 選擇第14河咖哩組織作會 要來遷格環境 近三百多位請主報名總統願來參加 無論南路漏油走向海滑有帶椰子有帶本色的 雖然立頭搶爛爛爛大了冬四了冬最大的辛苦 不過那份愛護地球的心 所有產物價跟海花用客 形成一百允許美麗為民 我們一起來就是我們沙灘有一些垃圾啊什麼 就是響應環保一起來幫他收拾乾淨 然后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地球这样子 捡垃圾是好事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持续不要乱丢垃圾 会很累 可是就很有成就感 然后捡到很多那个放烟火的那个包装 如果带小朋友来 就是从小就是养成 就是不要随便乱丢垃圾 然后就是一起爱护这个海洋这个地球 南山日收台南区版净摊已经连刷第十二档 刚才是净摊外档 竟是重要的环保心态高优 影视这个行动为这批土地付出几分信念 整个海岸线 我们从这样子做净摊活动 已经足足做了十二年了 我们因为觉得是这个环保真的很重要 南山人寿对这个区块是很重视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同仁都非常重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人也很多好几百个人 来参加这个活动 一大地球一级守护 再来新闻 郭文吉 彩虹波的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